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回到时评大财经 美国白宫发言人桑德斯日前是表示 特朗普总统近日就会针对美联储主席的人选来进行公布 目前根据了解在特朗普的口袋名单当中是有五位人选 而这五位人选当中包括了现任主席耶伦之外 还包括联储局理事鲍威伦 前联储局理事Kevin Wash 以及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柯恩 还有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泰勒 那么当然现在还不知道人选最后会选谁 但是我们想要请教到朱先生究竟特朗普在考量人选的部分 他的考量点是什么以及他是否会回应市场的诉求呢 现在就很难说他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考量方法 因为在过去这半年当中美国的建制派就批评特朗普 就是凡是这个对整个这个建制 对这个体制呢有利于稳定的 他全部都不做 对吧 你比如说这个教科文组织没有得罪他 你美国不想干呢 你就不交钱就算了嘛 反正以前就不交钱嘛 他说我要退出去 退出去就没有退路了 对吧 那么这个奥巴马这个医疗呢 本来是没有一个替代法案 他还是继续往前做 他说这个一定不要 他就签了个行政命令把他给废了 那么这个伊朗和协议这个摆的地方好好的 你可以不执行 但是他说不行 我要制裁伊朗 所以这个他就想你到底有没有什么建设性的东西 不要光去破坏你提出一个东西 所以这次呢 这个联储局的主席人选就是非常关键的 到底这个市场上是希望他一个什么样的方式 然后建制派希望他一个什么样的方式 但他现在就问来问去 所以有的人说耶伦是不是还有机会 这里边就是一个笑话 但其实是一个真的事情 有人问他耶伦这个人到底怎么样 他就回答一句话 他个儿太矮了 所以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想干什么 但我们说呢 这个答案其实很快就会揭晓 因为毕竟呢 这是全球最重要的央行行长 他的一举一动 或者说他过去的经验 对他的未来的这个决策 会有直接的这种影响力 所以这个人选一旦定下来之后 大家就会预测 下一步到底美国加息的这个频率会怎么样 美国的这个联邦储备银行的这个说表的这个进程会怎么样 就会很多很多的预测和猜测了 主席您刚刚知道 您刚刚说这个联储局主席 美国的联储局主席是全球最有影响力的财长之一 另外一位就是中国亚行行长周小川 那日前在十九大召开期间在记者会上 他就措辞严厉的表示中国的债务杠杆率过高 投机性风险太严重 所以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着可能会出现明司机时刻 那媒体就解读了这位已经在位15年的亚行行长 在他离任之前如此坦白是否有需要去注意的地方 朱仙您如何分析周小川的这番话 明司机时刻 首先我们要搞清楚什么叫明司机时刻 这个明司机时刻就是在这个周期顺周期的时候 用术语 我们说老百姓的话 就是日子过得很好 非常乐观 借很多钱 越借钱的这个日子就过得越好 越开心 越过得好就越借钱 觉得这个日子就是这样子的 突然发现一天形势不对了 然后形势一不对之后 你发现你背了很多债 你就划不起了 哐啪一下你的生活水分就掉下来了 所以对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大型经济体来说 美国出现过明司机时刻 2008年金融海啸 那个时候30年代大萧条算不算 也算 所以那个时候你会突然发现 你过去的好日子需要很长的债务负担 需要很努力才能把它还上 所以到现在美国经济又恢复过来 那么对于中国来说 周小川他就提出了 中国的杠杆率在过去的顺周期时候 他就一路一路往上走 那么我们会不会如果说长此一往下去 在某个点也会出现这么一种非常难的 一种用硬着路的方式去调控这个过高的杠杆率 我想他更多还是出于一个警告 因为大家都知道在过去15年当中 这个他做的是中国人民银行的行长 也是中国央行的行长 其实在国际财经界除了美联储的主席之外 大家非常佩服这个周小川行长 因为他对中国的国情非常了解 而且对于整个和市场的沟通 还有作为中国一个大国 他在人民币的国际化资本账户的开放等等 这个发展中国家很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他其实处理得非常好 所以他在卸任之后 现在市场也关心到底谁来接棒央行的行长 跟美国那边的情况是一样的 因为大家也在仔细看 到底有哪几个候选人 每个候选人的背景和经历怎么样 然后这个会影响他怎么样未来的决策 所以除了担心 到底国内外接下来央行人选会是谁 以及我们要如何来掩防民司机时刻 当然我们要来关注在十九大报告当中 也特别提到了对台政策 那么这次有明确的确立出了对台的工作主要宗旨 也就是说除了我们以往所认知的 也就是不断的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之外 那么也特别提到实现祖国完全统一 那么这个部分我们继续顾要请要到朱先生 其实我们知道最近岛内动作还蛮多 包括说连这个时区是不是都要改成跟这个日本一样 要提前一个小时 当然这个部分是还没有获得这样子的立法的认定 但是我们要问朱先生说 您怎么来看 到底接下来整个对台工作政策上面走向如何 对我们这些台积干部相当的关心 台湾岛内的未来走向 我想这个和平统一指日可待 为什么呢 因为从现在的这个情况来看 就是两岸的这个实力差距越来越大 就虽然你看到台湾的某些人 他在搞很多小动作 包括你刚才说的是不是要改时差什么去中国化 但是呢 你仔细对比一下这个过去一段时间 这个北京的这个对台政策 它其实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就是以前的时候 更多是属于两岸的一种互动 但是慢慢的 随着这个台湾这个地位下去 你会发现北京更多呈现出更大的一种自信 对吧 这个自信呢就是以我为主 所以在这次的非常明显的 就是两岸是继续和平的这个发展 那么这个和平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就是更多体现的是北京 它对于这个统一的这个目标的设定 然后它对于这个不法的这个把控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 你会发现就台湾做更多的小动作 它其实是无助于这个维持现在台湾想得到的它一些东西 那么反而在某种意义上讲 会加速两岸的这个统一的这个进程 当然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到台湾的岛内 最近也出现一些比较大的变化 比如说这个年轻人 年轻人我前段时间接触一位台湾问题专家 他说年轻人现在台湾出现一个新趣事 以前是叫天然毒 比如说天然毒 但天然毒到了一个高峰 就是太阳花雪域 但你知道台湾的这个年轻人 他其实他这种天然是反建制的传统 谁当权我就反谁 那现在呢就是它是叫做已经转化为天然不同 就是他们和这个中华民国的这个国旗啊什么等等的 他是相安无事 他不是去追求他所谓的这个台湾的这个独立了 而且呢这个随着两岸年轻人的这个交往的增加 那么他会看到对岸的年轻人这个生活呢 其实不比他差 而且呢这个机会可能会更多 所以慢慢的这个两岸的这个统一 其实出现一种新的契机 当然最终的这个成果 还取决于两岸政治经济军事外交 综合实力的巨大变化 以及中国和美国之间的一个巨大的这种变化 所以呢中美之间的这个实力 是不是能够迅速拉平 然后呢这两国之间是一个什么关系 他对于两岸的这个和平统一 是有非常关键的一个背景的作用的 那习近平在19大发表这份报告 除了提到对台政策未来走向之外 还有一个我们要特别关注 那就是习近平提到 要在2035年基本实现中国的现代化 那究竟中国的现代化 有哪一些特色 和其他的国家有什么不同 我们去找广告回头 再请初先为我们做分析 别走开 欢迎回到时评大财经 在19大结束后的记者见面会当中 习近平主席特别提到说 未来几年每一年都很重要 而且是年年有看点 那我们知道其实明年就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了 那不仅呢现在整个国内经济社会迅速发展 其实对世界来说呢 这也有相当大的一个贡献 所以我们想要在这里呢 请教到朱先生就是说 其实我们说现在已经进入到一个新时代 新气象 那么究竟接下来中国经济能够实现 人样的跨越呢 首先我们看在未来几年 其实每年都有重大的事情 明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 这个19年是1949到1979 就是中华民共和国建国的70周年 然后这个到了这个再过一年 20年就是全面建成的小康 21年就是我们说两个100年的第一个100年 就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 那么我们先看就是明年这个事情 明年的是改革开放的40周年 那么你可以想一下改革开放40年前 那中国呢经济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到了现在又是个什么样的状况 基本上40年就差不多接近两代人 说了这个两代人的这种跨越 我就想起当时这个新加坡李光耀 他写那个回忆录 他写的那个标题就是从第三世界 到这个发达的国家 我们说中国它有没有可能 同样在两代人的时间 就是经过改革开放 它变成一个相对比较发达的 这个经济体制 相对啊 就是实现这个现代化 所以这个是非常关键 就是在两代人左右的这个时间 去实现这个现代化的目标 或者说是这个路非常顺 当然我们也说呢 这个中国是一个大国 所以我们首先是要全面建成小康 就是2020年 那么你看中国经济的增长率 基本上在十三五期间 能够维持6.5%以上 那中国他就是能够达成这个目标的 但这个目标我想呢 不是十分的困难 就是全面建成小康 基本上在2020年是可以实现 但就是因为他是个大国 他很多这个相对比较穷的人 他总是有的嘛 那么怎么样真正让这些人为数不多 但是不多 因为中国的技术非常大 就还有几千万 对吧 他真正的去脱贫 摆脱贫困 就是一个都不能少 对吧 那么他还是一个相当难的任务 所以呢 在未来一两年 我们可以看到这方面 其实他有很多的工作要做的 这个任务虽然可能很艰难 但其实是不是在今年2017年 中国已经实现到了 全世界的头号经济体 因为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 我提到这个谁是全球头号经济体 不是美国 这个标题是美国彭博社 Bloomberg所提出的一个标题 他认为不是美国 那是不是中国 他这样的一个基数怎么算 如果中国人口这么大的话 中国现在是不是已经做到了 头号经济体 这样的一个头衔呢 这个是不是头号经济体呢 它其实是可以有多种的指标去衡量 那么首先最直接的指标就是民意GDP 我们其实可以看这个到底中国的民意GDP 折成美元是多少 那么在16年的时候呢 美国是18.6万亿美元 中国是11.2万亿美元 那其实差距还是有的 今年可能会就缩小很多 因为今年的人民币它有所升值 加上这个中国经济还有个6.8% 6.9%的这个增长 加上通胀 美国可能只有3%到4%的这个增长 所以差距越来越小 那差距就会进一步出 但是呢这个差距还是有的 还是有将近50% 但是有另外一个算法 就世界银行它说呢 中国几年前就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了 因为它是用购买力评价来算的 对吧 那么购买力评价就发现 中国早就超过美国 而且这个距离越拉越大 但是我们说呢 这两个其实都不是很完全的说明问题 那更多的说明问题的呢 就是就是中国经济 它在食物方面 比如说到底消耗了多少 它和美国是一个什么样的比例 那如果说美国比中国大的话 在某个地方它比中国消耗的多 那就会突然发现中国可能是已经超过美国了 打个比方来说 中国卖的汽车 中国现在一年可能要卖2400万辆汽车 那美国呢 加日本也没有那么多 所以呢 这个汽车的消耗量就超过它 那你说用的钢铁水泥 远远超过美国 包括我想其他的一些基本的这个生活这个指标 还有一些接近这个发达社会用的一些东西 它也超过美国了 那从这个上讲呢 那中国经济它其实是超过美国的 当然就是说 中国呢 它是一个人口超级的大国 有将近14亿人口 那美国就3亿人口 所以你这个人均的来看 还是差距很大的 那么还有呢 这个教育水平啊 还有真正你体现这个国家的综合国力的 像这个军事 那么在国际社会上的一些国际组织的这个地位 比如说美国 因为它是二战之后 它奠定了很多这个国际的这个秩序和全球治理结构当中 它是有这个一票否决权的 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啊 这个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国际的机构 那么你这方面的这个实力跟它比就是差距 是十分明显的 所以不只是单纯在经济体制一个层面而已 对对 所以我们说呢 你把这个就是在经济这个范围呢也是一样 所以你包括这个 咱们刚才说的央行的行长 那周浩川它是挺有影响力的 但是它确实要和这个联储主席比起来还差 因为美元是一个全球的货币 那中国人民币现在在开放过程当中 就真正实现这个自由兑换 那么实现这个资本单位开放 其实还有一些这个路要走 那么这里面就回到来说 中国经济作为一个那么大的大国经济 一个后发经济 所以我为什么强调 十二大报告中也强调了 虽然在2035年实现现现代化 但是中国呢 长期它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这个初级阶段就是 其实更多从人均的水平上来看 特别还中国还有很多相对落后的地方来看 所以它作为一个大国去实现现现代化 它其实是有很多这个特点的 所以呢 这里边可能很重要的就是你的 国家治理能力和国家这个治理体系 必须的现代化 那么它必须的与时俱进 所以呢 在这次报告当中 向中国共产党才提出 它要自我革命 它不停的去应对这个当前的这个形势 来进行这个自我的革命 所以我们也说 就是治理这个中国经济 不是说你看它的数据这么好 因为它可能会突然会出现很多问题 这个问题呢 你要提前做很多这个预防 比如说防风险 那么像刚才说的这个民司机时刻 对啊 那为什么这个时候突然就提出来呢 就你在越顺的时候 那越要居安思危 就把这个工作做好 因为我们毕竟啊 它还有很多坎要迈过去的 虽然我们已经实现了跨越 但是前面还是有很多坎要不停的往前迈 所以这就看到了像刚才说的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 2021年还有它的这个工作 那么一直我们可以往后排排到2035年 这个很多工作要做 当然除了这个中国呢 那自我如何来提升 那么接下来如何发展 非常重要值得关注之外呢 当然中美关系 未来的发展呢 也是值得大家所关注的焦点 我们看到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 即将就来下个月要展开 12天的亚太行程 那么到底他所采取的亚太策略是什么 以及面对朝核问题 他又将如何回应 先休息一下 我们稍后继续听朱先生 为我们消息底面分析 欢迎回到视频大彩金 美国总统特朗普 即将在下个月展开 他12天的亚洲之行 不过在他出发之前 已经先派遣先遣部队 他的国务卿 蒂勒森到巴基斯坦和印度 以及他的防长马蒂斯 来到亚洲 他会是菲律宾 参加东盟防长的论坛 不过特朗普下个月来 究竟他在当选之后 退出TPP之后 他的美国亚太政策 究竟是什么 我们请朱仙为我们做分析解读 您认为TPP之后 特朗普究竟有没有一个 非常清晰的亚太政策 所以大家就非常的好奇 因为咱们节目一开始就说了 特朗普到目前为止 他的所有政策是破坏的多 这个建设的少 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破坏者 但现在看来 大家都不认为 他是一个很好的建设者 所以就是这个亚太政策本身 他这回走一圈 你看他这个设计 他先去夏威夷 然后来到他传统的 所谓的盟国 日本 韩国 走一圈 然后来到最后 他非常重要的亚太自行的一站 就是北京进行国事访问 然后再去越南APEC 然后再去东盟这边的菲律宾 他走这一圈之后 就是十多天就出去了 上次他出去了一趟是去中东 然后去了欧洲 欧洲的时候是跟北约有关的 所以他基本上就把北约那些人搞得心灰议论 对吧 那这次来之后 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打法 其实我想日本韩国是很忐忑的 因为他们还面临北朝鲜的问题 对吧 那么对于亚太这一系列国家 因为你退出了TPP之后 TPP我们都知道阿瓦马他在位八年 他重返亚洲也好 重返亚太也好 或者是怎么转向亚太也好 他搞了很多事情 其实用这个所谓的巧识力 说的我非常重视亚太 然后最终他会提出一个东西 就TPP把这些他认为很重要的国家 纳到美国这个经济圈里面去 给大家一些好处 当然这里边和中国是个什么关系 大家心知肚明也不用再讨论 所以呢这次呢 他退出那个真空 到底他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填补 对吧 而且我们其实也看到这个美国的财政实力 和军事实力 它是有点捉襟见肘的 因为现在发现他美军又重新再进去了中东 那么还突然发现在美军 他很多特种作弹部队 他居然出现在非洲的尼日尔那边 尼日尼亚那一边 非洲那边他还为数还不少 所以亚太这些国家都在问到底美国要干什么 想干什么 然后能干什么 对吧 美国他能不能够解决比较敏感的问题 然后呢 他和中国是一个什么关系 这次所以他来之后 大家很多很多的疑问要问的 这时候很多疑问那么的也包括了这个朝核问题 那么事实上您刚也提到这是一个相对来说蛮敏感的一个问题 那么主要也是因为呢 这个朝鲜目前看起来他们是不肯放弃发展核武 但是这当然是违背了所有国家对他一个期望 所以您怎么来看 就是特朗普到底这次会如何来回应各国对于这个朝核问题的一些诉求 也好又说他接下来要如何来面对解决这个问题呢 您如何来点凭分析 其实呢这个朝核问题我们看到 说这个亚太地区它有没有风险 朝核问题就是非常大的一个 搞不好会引发全球风险的这么一个点 那么这个点呢 从朝核问题本身来说 如果说大家对它进行一个权力的这么一种应对的话 我想它不至于变成一个全球性的危机 但现在看来就是它几种风险结合到一块 你本来的这个朝核它是有这个压力 但是呢你会突然发现美朝关系 就是这个美俄关系特别的不好 对吧 然后呢再发现呢 这个就是美国主流媒体认为呢 这个特朗普他的个性太强烈 所以他这个个性太强烈又碰到平壤方面 也有一个个性非常强烈的领导人 他两个个性非常强烈的人冲到一块 大家就说这个事下面怎么办 会不会闹到不可收场 所以从特朗普本人 他对朝核问题的这个建议来看 你也会发现同样的问题 他刚才上台的时候 这个朝核问题出来了 包括在选举的时候 他觉得这个问题呢很容易解决 那后来发现这个问题其实不是那么容易解决 特别呢他碰到对方一个个性 跟他差不多的这么一个 一个年轻的领导人 就火星撞地球 然后呢又同样出现的 刚才说的情况 就是呢他旁边很多人给他提建议 包括这个国务卿 国务卿呢 他讲了这个朝核问题的一些话之后 他马上特朗普在推特就说 你讲的不对 所以他自己就内部就打起来了 对所以像这次 我们说特朗普他来亚太之行 那么他来之前 其实刚才咱们也说了 他这个国务卿 他去了这个南亚去走一圈 讲讲这个美印关系 然后他也去了巴基斯坦 其实呢这个国务卿 他讲的很多东西 他是努力想让自己的这个政策 能够帮特朗普 有一个长期的这个规划 你比如说他第一次来北京的时候 他说他要这个特朗普想奠定中美关系 未来50年的发展路径 但现在看来好像比较难 因为他的看法和特朗普看法 是有比较大的差别的 然后呢另外他去了印度之前 他去CSIS之前 他讲了我们要奠定 未来100年美印关系 因为特朗普现在美国国内就舆论 就是说你到底能干多长时间 这个美国国内舆论对他很多很多的猜测 但是我们说他基本上还是比较稳固的 可以做八年 四年我觉得是比较稳固的 八年就很难说 但是呢这个美国也有一种说法 为什么这个朝核问题 他可能会引爆国内的这个政治危机 就是呢你看那个24 就是24是反恐里边 他就有一个有一级呢 讲那个美国一个总统啊 他其实是被内阁投票推翻的 对吧所以呢这个我那天建议 一位美国的这个政治学教授 他说这个情况美国很多精英 也在想会不会出现 出现就可能引爆点就是朝核问题 就是说你可能对朝鲜动武 引爆那些内阁 美国现在上面可以一群内阁投票 要把总统推翻吗 那个是24里面写的 美剧里面写的 对美剧里面写的 但是我这个问过不同的人 有的说可以 有的说不可以 因为我不是研究这个美国宪政的 对对就是 所以这个是很有意思的 但是他就说这个概念 就是说如果说你想对朝鲜动武的时候 他们那些人可能会开会 但是这可能有点那个小说情节了 说因为你这样做 违背了美国的国家安全的长期利益 但如果说你不动武 他们也可以开会 说你怎么还不动武 他就是找理由 但这里面就是 就说明这个朝核问题 其实是非常复杂的问题 它其实不是一个 针对朝鲜半岛的一个问题 它可能牵涉到全局的这么一个问题 所以他这次来 到底在日本怎么谈 在首尔怎么谈 然后他其实来北京的时候 也会谈到东北亚的安全的局势 是APEC其实也会谈的 所以这个时候 朝鲜的怎么和他进行一个有效的互动 朝鲜希望拿到什么东西 那么特朗普能够给出什么东西 就不是以前的时候发个推特那么简单的 因为来到亚太地区之后 就是实际上这些问题都直接摆到了面前 所以我们最后去评说新语 欢迎回到评说新语 刚刚我们聊到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 在下个月就要进行的亚太行程 这当中中美关系可说是重中之咒 那么这一次呢 特朗普访问中国 也可以说是在十九大之后 一次非常重要的外事活动 另外我们当然就关注 特朗普这一次来出现 您认为月国务卿蒂勒森曾经说过 要和中美奠定未来五十年的发展 那你认为特朗普这次来做得到吗 我想呢这个说五十年确实是有点太远 但是呢至少呢 这几年能不能够稳定 非常关键 因为我们知道呢 中国呢他是在这几年 他的经济会发生一个值的变化 就是我们是全面建成小康 然后呢 对未来的时间是全面实现现现代化 而且中国军队也变世界一流的军队 那么美国他到底怎么看待这个事情 对啊那中美之间这个关系 就是新型大学关系 到底怎么处 怎么去避免休息地的陷阱 那么其实对特朗普来说 都是一个他要回答的这个问题 但这里边就取决于两个元首 他们的这个会晤 谈出一个什么样的好的一个成果来 有助于两国人民 他们也有助于全世界的这个和平 对于中国来说 特朗普这次访问 他是十九大之后 我想是一系列外事活动当中的第一站 也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外事活动 因为从四月份就开始筹办 那么其实我们看到特朗普来来之后 可能比如说像英国首相梅 他也会来 还有这个法国新当选的马克龙 他应该都会陆陆续续 这个世界主要国家领导人 他也会访问北京 因为中国他已经是五年了 五年之后 之内他会有新的这个外交气象 这一系列都是我们在节目当中 值得继续期待和继续分析的 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 下期一期再会 接着下来为各位播出 居然之家 设计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